大家都认为公职是铁饭碗 从近三年的原住民特考 报考人数来看 103年有3100人 到了105年也有3064人 大约都在3000人上下 许多家长坦言 希望自己孩子 未来都能朝向公务人员志愿发展 我以长期来看的话 我是鼓励孩子去考公职 因为毕竟公职的福利 然后稳定性也比较高 那在公职里面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会得到一些 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 知道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我们族人的权益 还有我们的福利 就以新北市树林高中 远志明专班三年级学生来说 班上26位学生 就有9位学生提到 家长都希望他们未来 能当公务员 但学生意愿反而低 妈妈他们也希望 我可以去考公务员 像当个老师之类的 我是算说也是蛮想 不过我最想还是 还是想要也去当个记者 就多出去走一走 看看这个世界 许多人认为公务人员 薪水稳定福利家 跟社会职场许多工作相比 相对有许多优势 反映了许多家长 希望孩子可以考取 公务人员的心情 比较不用担心饭碗 可能会不保 接着在录录 起门是树林气质采访不到 下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